丽拉德可以说是丹前联盟里最有骨气的球星之一两 在这个抱团成封的时代 丽拉德依旧保留着八九十年代的傲然风骨 丽拉德曾不只预测说过 绝不抱团 要更勇士死磕到地 但是今天 事情却出现了转折 在最新一期的Foster Check节目里 被誉为美国洋溢的斯特芬A Smith谈到了丽拉德 他透露道 未来丽拉德会考虑去胡人顿或者是纽约伊克斯 斯特芬A Smith说道 我们都知道 丽拉德爱着波克兰 但这并不影响他去纽约和洛杉矶 他不会介意去胡人的 你自己比较看 哪有自由球员会想来波克兰呢 他们会想来联手CJ和丽拉德 别闹了 我不怀疑他的忠诚 但他也不会介意去大城市夺冠 的确 正如Fan A Smith所说的 近几年来还真没有大牌会去开拓者 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选秀 虽然丽拉德有一腔热血 但如果年年都被勇士队要打 很难说他的心态不会改变 更何况胡人如今还有了詹姆斯这样的超巨载 他们两人联手一起复仇 倒不失为一段佳话 你们觉得呢 来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